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展了一场你的奥运我的心 我不吐槽不开心系列活动 其实关于伦敦奥运会 曾小贤曾老师早就用北京奥运会闭幕室中的小贝开脚球告诉我们 英国人很受伤 贝克汉姆开这脚球的意义是 他想说 你们北京奥运会都已经开得那么牛了 那么我们伦敦还开个球啊 于是在伦敦奥运会上 充满了项目嫉妒恨的英国人 面对我们的用谈双星 孙杨与叶士文的完美表现 变得更加脱急 竟然污蔑我们服用尽药 此事一出 吕小布很生气 立刻用自己代言的慎保回应 希望外国媒体多喝一点 脑子好用一点 看到这里 刚是有网友七分的表示 外国媒体该停止了吧 我们要是真有这么逆天的药 早就给男族吃了好吗 如果梅克胜宝脑子不好 可以原谅 那么一项以炸鱼和薯条为自豪的英国人 为奥运会准备的伙食 似乎也不是一般的糟糕 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伙食的糟糕 曾老师还亲身体验了一把 真是难为了可爱的曾老师 为了安慰他 网友们把他跟本届奥运会国人心中 大的大英雄 林丹放在了一起 此事一出 反响巨大 嗨 我真的到你 林丹 你都开除了 你认错人了 然而说起林丹 就不得不提他的老对手李宗伟了 就是在那场万众瞩目的决赛之后 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梁静如 发表微博 鼓励获得银牌的李宗伟 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自豪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小编却发现 有用情太深的网友 如此回复 梁静如 你是宁夏人的耻辱 抵制梁静如 在这里小编只想说 秦秦 你是宁夏的骄傲 你真的好有勇气哦 可是美文化是会呼吸的痛 要改哦 不然我们只能祝你分手快乐了 这位网友千万别走心 小编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可是有些事情 小编觉得是不能开玩笑的 比如 公平 我们的体操名将陈一斌 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抢走了金牌 实在让人愤怒 第二天 曾小贤就立马带着仗去 来到了奥委会主席 罗格的面前 你看着办吧 我答应 听众也不答应 听众答应 天灵也不答应 不卑不亢 男人本色 不卑不亢 男人本色 要说本次奥运会 最男人 最爷们的 那一定是刘翔了 在得知他受伤摔倒的消息时 爱情公寓的所有人 都伤心到了极致 女人本色 在伤心难过之后 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就像子乔跟小莲说的那样 假想一下 明天你的腿叫断 你是打算窝在家里哭 还是跟我们一样 披上战袍 去跑 去跳 去做一个漂亮的倒挂金钟 是的 无论刘翔会不会再次出现在赛场上 我们都希望他在生活里可以 去跑 去跳 去跳 那个倒挂金钩 因为他是我们民族的荣耀 最后小编觉得 无论本教育会有多少快乐 多少遗憾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发扬奥林匹克精神 快快乐乐运动 开开心心生活 好 冷静气死你 换你付出思念努力 傲慢和偏见识出题 请不吝点赞 注定